Hello 大家好 我是Victoria 歡迎回來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這條影片大家會看到和我之前的影片有點不同 因為今天這條影片並不是一條Vlog 而是一條Q&A的影片 那為什麼會無緣無故拍一條Q&A的影片呢? 其實就是因為之前去完蒙古之後 就收到很多大家在Instagram、Facebook上面問我 有關蒙古旅遊的問題 我發現大家問來問去 其實問題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就決定嘗試做一條Q&A的影片 希望可以一次過解答大家的問題 如果有看過我第一條蒙古Vlog的朋友 應該都會知道 在香港機場其實是有直航去蒙古的首都烏蘭巴托的 而營運的航空公司 就是一間蒙古的航空公司 叫做Miyachi Mongulian Airlines 我自己坐過 我覺得OK的 它是三個位 三個位 左右三個位的小機 食物 服務 各樣都是正常的 而且機程其實只是四個小時左右 是近過去日本的東京 不過如果在看這條影片的人 不是香港的朋友 例如你不住台灣的話 去蒙古可能需要轉機 而據我所知 除了來香港轉機之外 不少台灣的朋友 都是會選擇 去其他地方 例如在韓國首爾人專機場轉機 去蒙古烏蘭巴托 如果你是真的特區護照 那它會有14天要簽證 但如果你的旅行時間是超過14天 就要事先申請簽證 大部分人想去蒙古烏蘭 很多時候都是想試在大草原騎馬 住蒙古烏蘭 所以夏天就會是蒙古旅遊旺季 因為那個時候才可以看到 綠草如茵的蒙古 夏天即是6月至8月左右 7月有一個蒙古非常出名的傳統節慶 叫做南達澳 不少人都會想特地在這個時候 去到蒙古去感受這個節慶的氣氛 我自己沒有去過大廳文 裡面會有很多很多的活動 射箭 奇馬 適家等等 是一個很活動的活動 也是一個很多遊客 會想去蒙古去體驗的節日 所以如果你是計劃著 或是7月中 參加這個節慶的慶祝活動的話 就可能要預早計劃你的行程 早點買機票和人訂酒店 雖然說蒙古的旅遊旺季是6至8月 但其實在這個月份以外 去蒙古也未常是不可以的 而事實上今年也越來越多人喜歡冬天 去蒙古去看它的另一面 就是被冰雪覆蓋的一面 而我自己去的時候 其實又不是冬天 又不是夏天 因為4月份的時候 是春天比較尷尬的時候 記得當時我買了機票之後 跟人說我4月去黃古 很多人都說 這個季節非常不適合 會因為天氣很不穩定 不過我自己去的時候 也覺得其實還未是 那些人說得很差 起碼我的旅程都可以順利地完成 也看到有雪 陽光的黃古 蒙古人說的語言 是蒙古語 是他們的官方語言 蒙古文其實就是用的 就像蒙古文那些 Sirelli的字母 不過就是和蒙古文不一樣 所以大部分我問過所形式的蒙古人 他們都是不懂得俄文的 至於中文呢 因為蒙古語的人 其實他們大部分都不懂得說中文的 我記得有一次就是 我和明美那時候 在烏蘭巴塔一起玩 我們坐了一輛的士 因為明美是懂得說蒙古語 然後他又懂得說中文 因為他在台灣生活過 所以司機是以為他是內蒙人 而英文方面其實就 真的很量極化 在首都烏蘭巴塔的人 比如餐廳那些 很多都會懂少少基本英文 但也不可以說是很流利 除了旅遊服務相關的那些人員 但如果一離開了 很多烏蘭巴塔之後 其實要用英文溝通 也是非常之頻密 蒙古國的貨幣 叫做蒙古 蒙古圖格里克 簡稱蒙古圖 英文就是MNT 它是一個面積頗大的貨幣 所以剛剛賺完錢的時候 會好像拿著一大塊錢 很有錢 而它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在蒙古唱子裡 我沒有看到有硬幣 即是它連一些很細面積的錢 都是紙幣的 至於換蒙古圖方面 最多遊客會選的當然是在機場 換錢 但如果不是機場 其實出回市中心 整個型的貨幣也是有得搶錢 還有銀行當然也有得換錢 我自己當時不需要在銀行 不過換多少呢 這個你就要自己衡量一下 因為其實雖然說 蒙古的官方貨幣是木頭 但是很多的接待遊客的旅行社 旅館 甚至是街上 某一些見你是遊客的的士司機 他們都會收美金 通常人最關注的問題之一 就是在蒙古到底網絡如何呢 是否沒得上網呢 答案是不是的 不過當然的視乎你在哪裡 其實首都烏蘭巴托非常發財 所以網絡都是完全沒有問題 到處都收到的 但是如果你說離開了烏蘭巴托 去到郊區 當然所有地方都上網 不過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有時候可能你搭一個長途車 然後你在看著電話 其實他有時突然會收到 有時突然完全沒有信到 有時還沒約的訊號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非常依賴 網絡生存的人 你就要再三下旅行 蒙古是否一個合適的旅遊地方 因為蒙古的上網卡最容易 當然就是在機場 機場有很多電訊公司的帳戶 是可以買到無故的上網電話卡的 如果在機場買不到也不要緊 因為出去市區也會有很多電訊公司 例如在國營百貨也可以買得到 不過聽說在機場 就是比國營百貨便宜一點 不過我自己今次 並不是在機場買 也不是在國營百貨買 就是因為市司 我在香港的時候已經買了一張AC 就是世界各地的上網卡 我只要出發前買了一個包裝 選擇了那個地方之後 去到用那張AC 就可以上網了 至於蒙古的旅行 應該怎樣去編排 或者旅遊老師 應該怎樣呢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是很見仁見智 也很看你自己的選擇 因為我之前的vlog都說過 蒙古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就是它是千多個香港那麼大 如果跟台灣比它 也是四十多個台灣那麼大 這個那麼大的地方 如果你要很貪心地 想在一個旅行裡面 玩完整個地方 就沒什麼可能 除非你在那裡好幾個月 所以我覺得你要計劃 你的蒙古旅遊行程 你就首先要看一下自己 其實喜歡看什麼類型的風景 又或者你想去蒙古 其實最主要 最吸引你的原因是什麼 那我也可能可以在這裡 給一點點簡介大家 蒙古很大的 我上次說過 它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內陸國家 首都烏蘭巴托 它的地理位置 其實就算在蒙古中部 南部有什麼呢 南部其實就是 有很出名的戈壁沙漠 所以如果你們本身是 是因為冒著戈壁沙漠的名 去蒙古的 基本上去戈壁沙漠的話 就要起碼要遇到五六天 在南邊去玩 蒙古的北邊 都有很多不同的風景 當中包括有一個很出名的湖 叫做 富蘇古爾湖 富蘇古爾湖 是一個潭水湖 很多人都會將它和俄羅斯 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 是相提平民 甚至叫它們做 Athlin Lakes 除了因為它們 大家都是淡水湖 和地理位置近 之外 在網上看到的資料 也是這樣說 就是說 其實在富蘇古爾湖 那些水 是沿著河流流 最終真的會流到 俄羅斯的貝加爾湖 這個國家公園 這個國家公園 叫做 阿爾泰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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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格多 國家公園 對了 你喜歡行山 喜歡看高山地區的風景 可以考慮一下去西邊 不過 因為蒙古的東南西北距離 其實很遠 所以如果你要去 剛才我所說到的 南邊歌壁沙漠 北邊的富蘇古爾湖 或者西邊阿爾泰沙漠 其實你都要多些時間 也可能是需要乘內陸機的 因為如果你不乘內陸機的話 可能是起碼十幾個小時的車程 但是內陸機 又不是所有季節都會有的 譬如我當時四月去 最初也有想過 離開烏蘭巴塔去遠一點 去北邊看一下湖 但就發現 原來在那一段時間 內陸機是停止的 所以最後我就放棄了 留在烏蘭巴塔附近玩 烏蘭巴塔附近也不是沒有東西玩的 因為就好像我之前的Flop也有介紹過 其實有幾個比較出名的 都多遊去的國家公園 距離烏蘭巴塔附近並遠 而且想體驗一下一些小沙漠地帶 在烏蘭巴塔附近也是有的 所以我覺得 即是計劃行程方面 首先就要看一下 你有多少時間 即你有多少日 可以去這個地方旅行 第二就是 其實你自己 為何會想去蒙古旅行 即你是想看湖景山景 沙漠景 還是怎樣 這個就要大家自己想想 好 今集的Q&A就來到這裡了 其實只回答了大家十條問題 還有另外十條問題 會在下一集跟大家分享 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留意下一集 另外另外就是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多謝 拜拜 拜拜